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要有点连同时 圣经理解释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還是帶著心來 你來參加這個活動 你是很愉快嘛 對不對 所以啊 你帶著充滿了喜悅的心而來 那這個喜悅的心 各位想想 是你的心呢 還是只是你的情緒 如果你很高興 那是高興 這個高興是因為某些因緣 然後合和而成 所以你當下很高興 可是你聽了老師上課 哇 也沒什麼話 結果很失望又回去了 那你是帶著失望的心回去了 這個失望的心是什麼 還是清晰 對不對 所以我們 常常啊 真正的你要了解你的心 實在是很不容易 有一次 有一個校長 他是師大 教育心理研究所畢業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教授 教授 我今天呢 要來跟你談心 我說好啊 結果我們談了以後呢 他就跟我講 你呢 你呢每一次在談心呢 都講得很奧妙 我覺得很迷信 所以啊 他就覺得 他說啊 你什麼都好 就是太迷信 這樣 那我就跟他說 那你告訴我 你的 你的 你剛好是心理研究所嘛 對不對 那對心 是不是很了解啊 是啊 那我就跟他說啊 那你的心在哪裡 他就跟我說 哎呀 你沒有看過 宏蘭教授的那個演講啊 我說有 他說 他們那個陽明大學啊 已經研究了以後啊 他們知道 當某人某 有一些情緒的時候 或者是某一個學習 或者他在坑糞的時候 他的腦筋 腦神經裡面有一個器塊 會變紅色 有沒有 哎 你們如果去看 那個資料就 所以啊 那個情緒 那個什麼 在那個腦神經裡面呢 有一個器塊 然後那個地方會反射 所以真正的心是在那裡 啊我就跟他講說 哎 夏長 你真的是帥耶 長得很年輕啊 然後又講得很有邪惡 啊他就說 哎 怎麼樣 我說 哎 過來一點 他就走過來 哎 我說 你還可以再靠近一點點 啊他就 哎 到底是什麼事 啊我就 狠狠的用腳揣了他的腳 就把他的腳揣去 哎 教授我會痛耶 我說亂講 你剛剛還跟我講 心是在那裡 是那個你的頭腦的那個什麼 那個大腦 然後某一個器塊 那個才是你的心 我又沒有踩到你的頭腦 我只是踩你的腳啊 他說哎呀 我的那個大腦神經 當然跟我的腳 他是有連結的啊 對不對 那既然有連結啊 透過這個 你踩我的腳 這個大腦神經啊 就會把這個什麼 那個痛的感覺啊 就傳上去啊 我說哦 原來是 那個 你的腳跟你的心 是因為透過神經系統 而連結 他說對呀 我告訴你 天有時候很會幫助我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小姐 她就從旁邊經過 我就跟她講 哎 小姐 小姐 小姐說 哎 什麼事啊 我就跟這個校長說 奇怪喔 她的心在她的大腦 我在叫她 是透過我的嘴巴 那我那個嘴巴 跟她的大腦 那個連結是透過哪一個神經 他說哎呀 教授 你不是透過神經的 這時候是透過什麼 語言 我說透過語言喔 好啊 那我現在就不理她了 原來是透過語言 結果 那個小姐 她跑過來 問我 有什麼事 啊我 又沒有跟她說話 結果這個小姐呢 就有一點無聊 她就要從 旁邊走開 結果這個小姐呢 從旁邊 真的要走開的時候 我就 你們聽到了沒有 這個小姐她就怎麼樣 又轉過頭來 什麼事啊 我就問校長說 我現在可能 沒有跟她講什麼語言 她說你是肢體語言 所以還是連著 我說喔 原來是肢體語言還留著 所以啊 她的這個心啊 是透過這麼多的方式啊 而連結 好 那我們 七處真心啊 嫩言經裡面 佛陀問阿賴 你的心到底在哪裡 如果你今天把心帶過來 那麼呢 按照 佛陀在嫩言經裡面告訴我們 那是你把整個世界都帶來了 但是世界你帶得動啊 你帶不動 可是世界為什麼就是你呢 因為跟你的心是緊密結合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 慢慢的跟各位來 稍微談一下 我們如何去認識 好 因為我們在談課程 我們就從心理學家 Masler來說 這樣各位比較容易了解 Masler他說 我們人 有幾個西藥 蛤 你們都 當老師都要懂啊 人有幾個西藥 五大西藥 第一個西藥是什麼 第一個西藥是什麼 飲食 男女的西藥 好 那這個呢 我們一般就講 生理的西藥 對不對 第二個西藥是什麼 你有了飲食 男女 然後你就會想什麼 欸 我今天吃得飽 我明天要吃得飽啊 所以啊 你就會 為了明天 你的安全的存在 所以呢 你就會有一些 安全感的西藥 對不對 好 第三個是什麼 愛的西藥 那有愛的西藥就很麻煩喔 因為有愛的西藥 就接著又有什麼 避暑的西藥 好 誰叫你是我兒子 誰啊 你只好聽話 為什麼 因為他是你兒子 誰叫我兒子 你是我老公 所以你就必須要賺錢養我 對不對 好 我認為要怎麼樣 我不認為如此 為什麼 因為 是從你的自我來開展 好 這是你的自我中心 開展 好 當你有了一個自我的時候 有一個地俗感的西藥之後 如果這個時候還滿足了 你就會有一個什麼 自我實現 對不對 好 心理學家這樣告訴我們 那我們 我們 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 有一個五印身心 有沒有 什麼是五印身心 五印身心 就是有一個色 你有沒有色 你有沒有色 今天 你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身體 然後呢 你希望你的身體 為什麼 因為它是屬於你的身體 因為是屬於你的身體 所以你就要怎麼樣 把它打扮 對不對 有一次啊 我太太就跟我講 她打扮了半天 然後 又買了新的那個包包 穿了一件新的衣服 然後 眉毛毛 顏顏顏顏顏顏 然後她就問我 你看這樣好不好看 我說 幹嘛 她說 我等一下要出去啊 所以你看我這樣好不好看 我今年 六十八 我太太六十七 我就跟她講說 你要我講真心的呢 還是講 假的呢 因為眾生聽騙不聽切 對不對 所以我問她 你要我講真的呢 還是講假的 好啦 我就跟她說 我先跟你講假的好了 騙你一下 我太太說什麼騙我 我說好啦不騙你啦 跟你講實在話 你現在喔 這個衣服穿起來 因為你寫美術的 所以衣服穿起來很怎麼樣 顏色各方面都很柔和 然後呢 又很適合你的身份 那你那個包包嘛 剛剛好 又不太大 也不會太小 看起來又蠻莊重 啊 你呢 這個 眼睛 眉毛 然後尾巴 恰到好處 真一分太老 少一分又太淡 我太太就跟她講 嘿 那這樣可以啦 我說 那個是剛剛是騙你的 她說為什麼 我說你想想看 六十七歲的人走到外面 啊 想要給妳看 只有妳自己在看 沒有人看 連我都不想看 啊 我太太就很生氣啊 要打我 我說不必打我啦 我告訴妳喔 世界上是很殘忍的啦 我坐在捷運車上 有一天我看到有一個位置 兩位嘛 對不對 啊我一上車 剛好前面有一個位置啊 啊我會不會坐下來 當然就會啊 啊我就趕快坐下來 一坐下來的時候呢 我還沒有感覺 啊但是啊 就發現說旁邊的人 好像見到鬼一樣 一直的怎麼樣 往旁邊摟 嗯好像又摟一下 然後又摟一下 啊我就把她看一下 哇原來漂亮的小姐 坐旁邊啊 你想想看 那個小姐看到我坐下去 因為有老人胃 又有老人臭 對不對 所以呢她都一直的往外移 我就跟我太太說 人家呢不往外移 已經是很有教養 那她還會看妳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來上課 一個涼鞋 一個怎麼樣 簡單的衣服 為什麼 舒適就好了嘛 你自己覺得舒適就好了 沒有人在給妳看 我從台北搭高鐵 搭捷運 再搬高鐵 然後再到這裡 我剛剛要是不把腳翹起來的話 你們都不知道 我穿頭鞋了 為什麼 沒有人要看 你只有自己在看 對不對 為什麼不自在呢 因為你老是覺得 你自己是別人在看 而且呢 你自我為中心 好 可是涉身 你為了要提供她的需要 那麼呢 每天要忙進忙出 對不對 你看 你還要每天呢 餵她怎麼樣 吃太薄不行 會怕 吃太少嘛 肚子又餓 對不對 吃好吃的呢 又覺得很舒服 哇糟糕 也不行 為什麼 因為吃好吃的 他會貪 對不對 我告訴你 為了要 長養涉身 我的飲食 裡面 有很多不健康的 對不對 好啦 這個涉身啊 各位要知道 這個身裡 涉身裡邊啊 他 幫我們長出了什麼 眼 耳 還有什麼 鼻 蛇 生 翼 因為這個涉身啊 他就幫我們 開展出了什麼 能看 的什麼 視神經 聽覺神經 鼻子是什麼 嗅覺神經 舌頭是什麼 胃覺神經 所以啊 他只是一個代表 一個器官浮沉根來做代表 啊但是啊 他是包含 好像我們講 胃覺神經 不是只有舌頭的衛擂 他包括你的口腔 包括你的牙齒 啊這都是屬於 蛇 身呢 大家都知道 身是指 促覺神經 啊 促覺神經 我們就記住 這些促覺神經 還有 涉根就是指神經中書 好 所以 我們看一下 我隨便這樣畫 幾個啊 幾個啊 欸你們心都帶來了 啊這樣幾個 好 一個而已喔 還是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 眼耳鼻舌身 然後他們在哪裡匯合 在一根 好 視覺神經 聽覺神經 嗅覺神經 味覺神經 觸覺神經 他們都跑到哪裡去 你的 神經中書 好 神經中書 好那神經中書呢 就將這些 所接受的這些信息 然後他就會怎麼樣 把你傳導到你的大腦 傳導到你的大腦 傳導到你的大腦 然後 含小腦 然後加上一個腦幹 好 當它傳進來的時候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色 這個部分 就是 開始接受了 所以 色 然後等一下會有 想 知道不知道 好 那麼當這個 色到瘦 的過程裡面 生理本身 一方面它會 反射 還有一方面 它會把這個 知性怎麼樣 傳導 它一方面 反射 一方面 傳導 它就會把這些 知性 傳導 傳導到 大腦神經 好 所以在傳導的過程裡邊 它首先先反射 它就有反射的力量 好 有一個 老菩薩 他跟我講 欸 教室啊 我念火四十幾年了 我早晚做一項事情 很不好 我說做一項事情 他說 我昨天晚上 很難過 為什麼 因為我受過菩薩戒的人 不能殺身 但是不小心 你知道 晚上的時候在睡 台北 都已經很久 沒有蟲子 知道你怎麼會有蟲子 有蟲子 結果蟲子 這樣把它頂下去 我把它頂下去 結果 我就是打了 阿彌陀佛 好 哇 他現在死了 死了 阿我造成殺身 要怎麼辦 阿彌陀佛 如果他這個資訊 還沒有進到 你的大腦神經 那麼這時候 純生理的反射 這個是無忌 所以不叫做殺身 但是要小心喔 從現在開始 如果你發現你周遭 開始有蟲子 他就給你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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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打到了 咦 晚上就可以 好好的睡一覺 那麼這時候 有沒有瘦 這時候就有瘦了 所以當你打到了 這個神經方 將這些資訊 傳達到你的大腦神經 大腦神經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怎麼樣 就會覺知 對不對 覺是根本知 知是獲得知 所以佛教裡面 有很多的名詞 你如果要懂 很難 對不對 好 當這些所有的信息 傳遞到你的大腦神經的時候 你開始覺知 當你覺知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我怎麼樣怎麼辦 我要開始去 所以 受 這時候就有什麼 想 行 這三樣 是心 那這一個 是 身 所以我們常常講 身心 然後呢 造作出來的 就有 是 所以這個叫做 五印 有沒有 色 受 想 行 然後就會 落入你 每天造作的 這一個種子 這個就是 是 它就會跑到你的 巴士田中 好 那假定我們去體會這個過程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當這個獸是熱獸 還是苦獸 因為一獸 它就會有熱獸 苦獸 還有無忌獸 對不對 剛剛有 談到無忌了 對不對 有熱獸 苦獸 好 你一聽 你很喜歡 這個音樂剛好 跟你相應 所以你產生熱獸 或者是 這個訊息 給你的 是很苦 你看 剛剛那個老菩薩 他修行了 四十年 結果 一不小心 造了 薩液 你看 對他來說 苦獸 對不對 好 那有了這些事 熱獸苦獸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會 開始想 如何 讓這個熱獸 慢慢的增加 所以 貪心就來了 各位要知道 貪 永遠是無止境 所以我們常常說 人心不足 怎麼樣 蛇 吞 象 對不對 他越 你越貪 越想 想盡了各種辦法 然後造作了很多的行為 你的心有沒有止境 沒有止境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很苦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色身 都跟我們的心 每一個點 任何一個點 都是你的心 去相應 所以我們常常說 為心所變 為事所限 有沒有 好 那我們每一個點 你的視覺神經裡邊 跟你的視覺神經裡邊 你都可以怎麼樣 去把它轉化成你的 你知道了一件事 你馬上去覺 去把它回到那個源頭 當你回到那個源頭的時候呢 這時候就很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你的這個色受想 這個色受想形式的 言而鼻舌身 然後 到 這個視 視前面呢 它會有一個過例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第七視 有沒有 還記得吧 我們的 言而鼻舌身 意 然後到 這個 第七視 的時候呢 這些 受想形 要跟你相應 你才會 跑成你的種子 好 等一下我們上完的課 各位老師都有經驗 你一堂課下來 你講的話有沒有一樣 好像我是不是 講的話 從頭開始到現在 沒有對任何一個人 有講悄悄話 都一樣 對不對 可是等一下各位起來 報告心得的時候 每一個人你們所聽的 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們報告出來 你們的心得是不一樣 為什麼 這就是有一個第七視 他在那裡幫你 過例 跟你過例的時候 會過例的這個 就是你的第七視 當你過例完了以後 你自己不管你知還是不知 但是他就是會變成你的視 我們的 我們的 眼耳鼻舌身 一根 然後加上 這個 第七視 然後 第八視 這前面 我們就是 前五視 然後 一根 有 感受的是 六視 對不對 好 那現在 各位慢慢的看 顏耳鼻舌身 意 面對什麼 色身相味觸法 好 色身相味觸法 是不是跟你的心相關 所以他也是你的心 好 我現在 用微笑看著各位 你會覺得喜歡嗎 對不對 假定我擺錯臉看你 你喜歡嗎 欸我沒有欠你錢耶 你擺一個錯臉來面對著我 好 那可見 人家外在的 那個 好臉色 不好臉色 它是不是跟你的心 直接相關 所以 這個就是 色 當你的眼睛 你的視行 視神經 感受到 人家的好臉色 不好臉色 都會影響你 那麼色 不是只有這樣 所有的一切色法 就是指你看得到的 還有 一切心法 好 我們先談色法 所有的一切 你看得到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跟你心相關 好 除了好臉色不好臉色 各位想想看 有的人 有的人 穿衣服 喜歡穿黑色 對不對 有的人 喜歡穿紅色 有的人 就喜歡穿白色 好 所以那個 銀色 為什麼 你會喜歡 你自己也不曉得 但是啊 你在選擇衣服的時候 無形之中 你就受到它的影響 那 影響它的 其實 那個 也是你的心 好 那麼 我們 聲 耳朵 聽見神經 面對各種 陰身 好 我現在講話 各位聽了 會愛睡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這個陰身 單調 但是呢 卡卡 前幾天來到台灣 我聽到這個很多年輕人啊 台中啊 就有幾十萬人去聽 這一個